三秒钟回答我中国哪里羊肉最好吃 相信不少人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内蒙古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许多内蒙网友说 离开内蒙就不吃羊肉了 因为受不了山味 我以前一直觉得这话有点妆的成分 我们正在还中国自驾 离开了被戈壁包围的边境城市二连浩特 向南来到了苏尼特右起 在这里有一种羊 据说在内蒙的羊界都是佼佼者 苏尼特羊是当年北京东来顺涮肉的专用羊 500公里外的西林锅勒 一只80斤的黑头白羊 只选上脑 它能好吃到什么地步 我们这回就在原产地买上点肉 就地炖了 我倒要尝尝它什么味 还行 这个肉反正看起来还不错 作为全国产羊量第一的羊肉大区 内蒙2021年羊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2.1% 相当于中国每五只羊里就有一只内蒙羊 在内蒙自驾你就能直观地理解这个概念 因为你不仅能够在草原上看到成片成片的羊 就连路边甚至路上也都是羊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上说许多内蒙朋友家里必有冰贵 就是为了存肉 内蒙朋友可以来证实一下 如果非要评出内蒙哪种羊肉最好吃 估计内蒙人自己都能干一家 内蒙有数十种优品羊 苏尼特羊绝对是佼佼者 它长这样和熊猫有点连像 我们再从二连浩特去苏尼特幼崎的路上就看见了它们 我们当时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羊会生活在荒漠上 如果你将视角放得更加宏观 你就会发现这里并不是荒漠 棕红色的土地上铺了一层浅绿色的绒 这里是草原的极限 荒漠草原 那层绿绒并不是牧草 而是耐旱植物 如果不是夏季 那这些植物将和土地的颜色彻底融为一体 远远看去毫无生机 但牧民们精于在石令间调节生产与生活 平衡着畜牧与自然的关系 使人与羊都能在这里一代代的繁衍生息 游牧是生活的智慧 走在苏尼特右旗县城的街头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这里的肉铺和火锅城密度过高 我们现在去买点肉 我想炖一下 炖一下 白水炖一下 对 我觉得都什么都不用加 虽然肉铺很多 但羊肉并不过剩 如果去晚了就真的没肉了 现在羊肉没有了 只有牛肉 我们连着去了三四家肉铺 不是没开门 就是没肉了 终于 这边的羊就都是苏尼特的羊 我们家的三四家肉铺 和我们当地的肉铺不同的是 除了将羊肉常规的切块切条 这边还会将羊肉压成一个卷 橙卷售卖 只有两个人 就给他灯来一个大 这个大概多少斤呢 无奖 无奖 无奖有点多 有再少一点的吗 就让我们吃一顿 这样的话已经多少钱了 这四三 四三 这一间 你们说不是这儿的 对 我们不是这儿的 中国 我们想买的就吃一顿 好 那怎么用 老板之所以产生疑惑 是因为一般人买苏尼特洋 都是抱成卷涮着吃 没错 来到内蒙我才知道 这里的好洋多到 可以专门对应不同的吃法 比如乌珠木器洋 大家一般拿来烤着吃 是因为脂肪含量 较其他品类稍多 而苏尼特洋算着吃 是因为它的脂肪含量低 且完全不删 我就知道这边卖肉 肯定都是大量的肉 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 就买一顿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刚刚那个老板 把他们家的自己的肉 自己留的肉给到我们 但是这个肉现在没法切 因为它 对 得缓一缓 还行 这个肉反正看起来还不错 路过那种如果是农贸市场上关的 我们可以买个土豆啥的 可以 对 我们买点土豆放在一起炖 不错 是吧 对 今天晚上就整一个土豆羊肉汤 有这种做法吗 有吧 土豆羊肉汤 听起来不错 听起来不错 据说吃内蒙羊清水煮就可以 不需要太多辅料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 我们买了点洋葱土豆 一点小料就算是把食材集齐了 不错 满赞而归 加上食材 加上一瓶饮料 加上羊肉 一共花了50多块钱 等到羊肉差不多化洞 太阳也已经落山了 我们在附近找了一个废旧工地 开始炖肉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羊肉吧 嗯 放入 哎哟 一股奶香味儿啊 哇 我感觉这个肉好好啊 对 肉眼可见的品质好 对 但是我们的刀不是很快 怎么样 哇 这个味道 我闻 我闻 奶香 纯奶香 哇 嗯 土豆的香味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其实煮羊肉汤吧 像这种好羊肉 我理解上它就非常简单 就好羊肉就是白水煮的好吃 确实是 好羊肉 下一些 哎呀 可惜了 我们没有白胡椒啊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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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我要找一块肥瘦相间的 我也是 尝一下 尝一下 先什么都不加尝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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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马里奥好吃到失态 哈哈哈哈 什么都没有加 这个羊一点山味都没有 而且一股奶味 对 这个太棒了 这个好棒啊 我想到斯维特羊很好吃 但是没想到这么好吃 而且我之前 没有给它做任何的 就是复杂的什么调味 乱七八糟这那的 对 哇 这个羊肉一点都不腻 对 真的 哎真的 你吃完羊肉再吃个这个 吃个原葱 哇 清爽 我们相当于这几天 一直是沿着西林锅勒 这么南北跑 哦对 嗯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 你会感觉到西林锅勒特别的 就是丰富 嗯 其实很多东西都从书本上得来的嘛 嗯 一些精度啊 纬度啊 一些海洋性啊 大陆性啊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概念 都是抽象的 所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 要多出来走走 嗯 比之前的 单纯的去看资料 单纯的去了解那些抽象的概念 我觉得 我觉得有趣的多 而且有用的多 嗯 对